崇祯十七年 畅贼李子诚攻占北京 先帝在眉山自宜 最后 武三贵引清兵主官 大明族时及满朝文武逃亡南方 扬州先罗 郑之龙相敬 罗武帝绝世而亡 县主在昆明被杀 我等护公主难逃 这件传世玉佩 是管我大明复国官邀 先帝将我朝数百年积业之希望 尽数藏于其中 师父 这块玉佩材料并非上乘 有这么大价值吗 该如何使用 这个似乎与皇室血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背后关系到巨大的宝藏 你护好公主周全 往安南方向 会有戒影 那你们呢 如今云贵前船已尽数是倾勾照压了 我等为你断后 你就算设了性命 也要护公主和玉佩 万全 你做事吗 根本 你做事吗 会有戒影 你做事吗 你想念我 你做事吗 会有戒影 你做事吗 他本身之间 ado Lord 说你做事? 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 你妈那个短命鬼守不住的家 到了我们方家 你给你分钟的小大道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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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 你是谁 你是谁 预备在公主手上 不可让公主逃往昂南 他怎么还没退上 这人 不会是你的居所的吧 疼 大哥是我 昨天的事你忘了吗 我喝多了从天台上摔下来 是你救了我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就晕倒了 我就先把你带回来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 怎么了 公主的双玉佩怎么在你身上 所以呢 怎么会被一个火繡尖 你想不自己的 咱们 呢 想把你带回来 你 Senator 你想不死 你 我说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 你 你说 我妈给我的传家宝 她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 该不会是个变态吧 这个女子 怎么会穿着如此万一 她穿得好奇怪啊 难道是剧组的 她一直盯着我看 该不会已经认出我是公主的贴身事 日配在她身上 该不会公主已经出事了 她怎么还盯着我看 不行 我得拿出点七十分 哥们 我跟你说 不是 是你弄的 我 算了 看在你昨天借我的份上 不要你赔了 哪个剧组的呀 我打车送你回去了 如此坚决 此人能把七夕隐匿于无踪 应该是个顶级高手 大哥别 大哥你别再把这弄坏了行吗 我手机刚买的 还是分期呢 姑娘 这儿不安全 速速随我离开 这是我家 应该挺安全 打你电话也不开 哎 这 这 这 穷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想干嘛呀 哎三句 吃点给好点哈 好点哈 点够了吗 演够了就吃饭 吃完了送你回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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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嗯 嗯 你在 你 大哥 螺蛳粉啊 你又想怎么演 虽然气味诡异 但确实是无毒之物 这蛮帮女子竟然喜欢这档事物 要不要这么夸张 现在演员信念感到这么强了 小女子朱英 敢为兄台尊姓大名 在下姓顾 好 顾大侠 英雄也是要吃饭的吗 吃完了送你回去 顾大侠 这个东西呢 以前我也吃不惯 但吃多了就特上头 试试 请 怎么样 这食物气味诡异 入口倒是甚化 食材兰奎的士族好生气怪 看上去不像是兰奇的人 这女子与她关系好像非同一般 我们看起来不像是兰奇的 可爱 对 对 对 我说 我说 是兰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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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徐带 我有 spinning 小徐带 家里藏人了 出来吧 张凯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到底想干嘛 我今天来呢 是要一些东西 你看我之前 送你那么多东西 我早就受吵了 都在这 不对吧 我之前送你的时候是新的 现在全是你的味 你还想我赔一点钱是吗 赔钱 你倒是值几个钱 你真无耻 我无耻 还有更无耻的 要不要试试 敢踏啊 宝浩 宝浩 你把我手怎么了 好啊 找保镖是吧 什么意思 大内侍卫 听我早说你喜欢这个 我也可以 怎么了 太太 没事吧 剑忠果然病大 在天台 居然还没摔死你 昨天晚上是你下的药 是又怎么样 你想怎么办 找你那个没用的爹高状吗 是你自己喝多了而已 现在还有保镖了 这个女人没钱的 你跟着她 没什么钱 方家欺 不服气 我们方家的东西 你跟你那没用的爹 一分都没想拿到 对了 上香的时候 别忘了问问你的死鬼老妈 能不能帮帮你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们走着瞧 开开我们走 不跟这个剑忠计较 那个佳琪 要我先去团院吗 我的手 走 哎 哎 你别 你别 废物 这点事儿办法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 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 都习惯了 你与我有救命之恩 你若愿意 我帮你除了 那你去 行了 别演了 我心灵了 回来吃饭 吃饭 快吃吧 会泡成什么样了 对了 你们拍戏 经常能见到明星吧 前段时间 有个剧特别火 我很喜欢里面的 于谦老师 你见过他吗 于谦 于少保乃 受过朝公主之臣 你真见过于谦老师 那你能带我去看看他吗 签个名也行啊 于少保已先去 百年五 无缘得见 啥时候的事啊 坏了 这就是复国宝藏 这就是复国宝藏 心灵 心灵 小猪 扫花案弄好了没 这可是我们公司今年最重要的项目 不能出任何差错 哎好嘞张总 我马上打车过去 这个方案绝对不会出问题 嗯 大侠 要不你先 姑娘 在下能否再次安顿 你放心 我不会白吃白猪的 随你随你了 我可没时间再陪你玩了啊 哦 对了 你自己看电视啊 其他东西你可别乱动啊 我家里有试探头 我马上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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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公司 应该叫什么 帮送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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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二十分钟 我要是你啊 就赶紧想办法 方总 你也在 张总好 张总你也来了 你们一来交方案啊 陪跑而已 完成任务 我们的方案呢 张总 刚才小猪 不小心把水 洒在电脑上了 那你们组这个方案 房佳琪你 怎么跟方武说话呢 城市不足 办事就好了 张总消消气 还有十分钟 我们 相信小猪 先生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先生 你不相信 好 朱姑娘 你的东西 方总 这位先生 你们硬要闯进来 我们实在拦不住他 你们是干什么事的 连个人都拦不住 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 是 不是哥们 你这怎么 我知道了 在拍真人秀是吧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 机位在这是吧 嗨 大家好 我是朱音 你们这是个整股节目是吧 哪个平台播来着 姑娘 你先喝一口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 你千万不要惊讶 事情有些离奇 首先 我不是剧组的 也不是来整股你 我来自大明重真三十五年 首先 我不是剧组的 也不是来整股你 我来自大明重真三十五年 八岁随着师父练武 十四岁选入府中 成为林青公主的贴身侍卫 先帝没山字以后 我等保着公主一路难逃 平西王吴三桂 未表忠心散出爪牙追杀 与吴贼府中高手 搏杀之中与公主走失 突然 看到你从天而降 顺势就接住了 大哥 你也穿玉俊呢 你身上的玉佩从何而来 这个 我妈给的传家宝啊 这姑娘姓朱 还带着玉佩 莫非她是皇室后 这是林青公主的贴身事物 也是皇室重要性 你不是退上了吗 怎么还说胡话呢 你听我说完 为何穿越我现在也不知道 但是在你出去的这段时间里 我已经将你们这个世界了解了大概 我讲这番话你有可能不信 但是我向你保证 我说的每一句话句句数是 你说你是穿越来的 那明朝的皇帝 你说几个听听 明太祖明慧 抵明成宗 明仁宗 明宣宗 那年号你按顺序背一下 红武见闻 永乐 红西宣德 那明武宗和明世宗是什么关系 世宗皇帝是武宗皇帝的堂弟 本来与皇位无缘 停 长平公主 是什么宗家 长 不知道了吧 长平公主 生于崇祯十七年 射手座 大哥 你还是历史系的 姑娘 你这样的遭遇我在宫里见多了 你难道就一直这么忍受着 你以为我想 不说这个了 对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公司的 打听了一路 好在我脚成快 姑娘你看这样可否 我能助你夺回你在家里应有的一切 你也要助我重回大年 我还有一事相求 我还有一事相求 我需要你帮我买上下五千年 时间检史 刑法 民法典 解剖学 还有时间穿越指南 科学养猪 还有三题 对了 还有 郭德刚跟于谦相声会员 你能不能也帮我冲一个 我每次都只能听五分钟 我十二岁那年 我妈就去世了 我爸带着家产 度这个现在这个后妈 那天来我家的 就是我一父一母的姐姐 她怕我争夺他们家的家产 从中学开始就处处针对我 我其实对他们家的东西不感兴趣 在公司 也没人知道我是谁 红武二十三年 开国众臣李善长 因胡威庸案心存怀柔 是其妻女帝族七十余人一并处死 你一味的退让和忍让 只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灾害 仅靠生存本身是不能维持生存的 这是三体里说的 不行 我还是得带你去买两身衣服 你这样穿太夸张了 不时尚吗 我跟电视长学的 对了 你能不能帮在下再买一部手机 很贵的 你这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有银子 我们是一个大企业 挑选员工很严格 你说说你的优点和缺点吧 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 我这个人诚恳 机智 果敢敬业 作为应届毕业生 在工作经验方面的确有所欠缺 因此在读书期间 我一直用各种机会 在这个行业里做兼职和实习 实际工作远比书本复杂 但我有较强的责任心 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 而且很勤奋 所以一直是一个优秀的实习生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请放心 学校所学及兼职工作经验 使我一定能胜任这个责任 那要是在完成某项工作的时候 你觉得领导的指示不对 你会怎么做 原则上 我会尊重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 私底下以请教的口吻 表达自己的想法 如果领导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我同样会按照要求 认真完成工作 但如果领导的要求 违背原则 我会提出反对意见 那说出你的学历吧 虽然我的父母都是普通人 但是从小我就看到 父亲起早贪黑 认真工作 我的母亲为人善良 特别乐于助人 父母的一言一行 一直在教导我 做人做事的道理 那你擅长什么 擅长暗器 轻功 断魂七绝 我主要练的还是华山派的过负 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应聘 你不觉得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你 你们这世卫的衣服还挺精神的 就是绣线不太好放 而且这样我也能挣点 帮你分担点黄金 方总 人已经按您的吩咐 安排在保安岗位上 您还有什么吩咐 知道了 下去 可是方总 为什么要把这个怪物 留在公司 喂 爸 听说你谈了个男朋友 不要跟那些不惨不思的男人混在一起 爸 你别听人瞎说 什么男朋友啊 都是刚认识的普通朋友 总之世界很复杂 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不管是普通朋友还是什么朋友 明天必须回来跟我们在一起吃个饭 就这么说定了啊 不是 爸 喂 我可不是那不三不四的人啊 好吧 我打电话你也能听见 爸 初音 你妈昨天还说的 好久没见到你了 来 过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李总 爸爸的朋友 李总好 李总可是年轻有为啊 我们这次的项目啊 也亏了他 现在 他已经成为我们方家的股东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来 做到好好聊聊 朱小姐你好 病人李成玉 做点金融类的小生意 平时喜欢旅旅游 玩玩玩活动 今年刚四十 单身 敢问朱小姐 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李总 我呢 平时也没什么爱好 这次的项目 怎么试下 我们先不谈项目 我们先喝一杯吧 今天晚上 我们慢慢聊 李总也来了 李总好 妹妹 特别怠慢了李总 那个跑龙套的呢 这么好就跟你说 想通了 大款 还是比龙套靠谱 那这个大款让给你好 我觉得 只要比张开枪 我可是方家唯一继承人 跟你 我要是你 就好好照顾李总 我们方家 不养闲人 来 朱小姐 我们干一杯 来 今儿大家都高兴 要不喝个胶杯怎么样 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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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哥 李总 是不是 来一个 来一个 来一个嘛 这是谁啊 好龙套的 他知道这儿来了 你是 他是我男朋友 顾新墨 公司楼下的保安 你也这么稀罕 又不找你管 新墨 你刚刚忙什么去了 怎么这么晚才来 刚刚 加班呢 同事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 荣耀的鸡鸡游戏 好生也续 所生神敏捷 适合打野之旨 没有 叔叔 爸 今天咱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 我和凯凯啊 准备了礼物 挑了好久呢 叔叔 知道您最近的那书吧 刻意给您挑的 预阵指头 通透明亮 色泽自然 上乘的好鱼啊 您喜欢就好 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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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雁 你这个小男友第一次进门 你会空着手吧 爸 他是我朋友 现在还只是朋友 他叫顾 沈云 沈叔叔 你好 我在下顾新墨 今天这是家庭聚会啊 空着手好像 不太合适了 小姨 我在电话里都跟你说了 我们不管怎么讲 也是大户人家 交友 是不是也要看看门当户队啊 区区小礼 不成敬意 这么屁大点的物件 爸 您可要好好看看 这免得有人拿塑料 以假乱针啊 这句 区区小礼 不成敬意 这么屁大点的物件 爸 您可要好好看看 这免得有人拿塑料 以假乱针啊 这句 这品质 家境本巢的紫针牌 陆紫针 明代卓裕胜手 免欲陆木 玲珑奇巧 细如豪发 做工之精致 用料之非凡 这一样应该是开门的真品啊 我费了好大的功夫 花了大价钱又找了关系 也只得了其中一件残器 这 这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这不可能 爸 李总 您再好好看看 管实魔工都没有问题 沈总 这样 能不能割爱我 我按照最新的成台价给你 两千万 是吗 打扰一下 李总 这不可能 你再好好看看 你是在怀疑我的眼光吗 顾先生是吧 您在哪里高救 那个公司的一个保安 副队长 那您府上是做什么生意的 截然一身 哪有什么府上 这位先生真是深藏不露啊 想必是瞧不上咱们方家 朱英 你既然把人带进咱们家门了 就是方家的客人 不管先生有没有诚意 我们要懂得代客之道的 时间上早 顾先生一起玩两把 方家众 这个是 顾先生说话真疯去 麻将呀 没见过 看你出手不凡 咱们小玩两圈 不会太大 妹妹 你这个男朋友玩个牌如此推脱 怕是输不起啊 没事 姐姐可以先借给你 这个与我朝 氏族间流行的万饼条 颇为相符 这个我说 从小陪师傅打牌 原来此物在现世 叫做麻将 胡了 妈手机可真好啊 是顾先生喂的好 您客气了 阿姨的派越打越好了啊 我算个 三色双融会 一番一万 顾先生 一共十六番 十六万 顾先生 照呢 我就先帮你记上了 你会一起算 都该乘自家玩了 我利息就少算点 顾先生 现在做宝安 公司多少钱一个月 不好意思 是顾副队长 在下一个月有五千元 有一说一 贵公司的炸鸡薯条 是真好吃 顾兄可真是品味独特啊 喜欢薯条 酒条 多吃的 我这是不是糊了 糊了 酒保莲灯 八十八番 酒保莲灯 八十八番 顾先生 好手气啊 手气这么好 要不咱们再加点注 客随主辩 顾先生 这是伴助师傅 开开 帮我倒杯水 嗯 好好好 看到 在下好像糊了 七星见血 九百一十二分 每家 九百一十二万 这不可能 新顾的 在我们家 你还敢出老千 姐姐要是输不起 我可以接着 自家人 打个牌 别上了和气 先吃饭 先吃饭 下次再吧 难得 朱英 带朋友回来 大家 喝一杯 小姑啊 你和朱英是怎么认识的 在下那日迷迷糊糊 突然看到朱姑娘从天而降 是 她夸张了 我就是摔倒了 她扶了我一把 看你身手不凡 谈吐得体 怎么会在我们公司做保安 在下从小习武 除了保安什么也不会 而且 在贵公司当保安 可以更好地保护朱姑娘 什么烂死的爱情故事 一个穷酸保安 你那子钢牌到底哪来的 不会 是偷来的吧 你那子钢牌到底哪来的 不会 是偷来的吧 哎呦 那要真是偷来的话 按照这个价值 怎么着也得判个七年八年吧 我相信小姑 不是这种人 家宴上不谈这个 吃饭 小姑 你尝尝这个 专门请来的变异坊师傅 烤鸭 想当年太祖皇帝爱吃烤鸭 成祖皇帝便把烤鸭 从应天带到了北京 永乐年间 变异坊就在菜市口米市胡同 挂牌开业 那个时候名字叫 金灵片皮鸭 闷炉烤鸭 变异坊为罪 只是这世事纷扰 千秋功过 难以评说 小姑 你对烤鸭也这么有研究 以前每次师傅提到烤鸭 都是长须短碳 这变异坊的烤鸭 我也是第一次吃 外酥里嫩 肥而不腻 鲜香可口 好菜 沈叔叔 用心了 没想到小姑对美食这么有研究 来 大家喝酒 读了几本破历史书 就在这装腔做事的卖 你知道这瓶康底多少钱吗 十几万的酒 一口几千块 也不知道你这个小宝安从哪修来的付费 姑娘说的是啊 怪不得味道不凡 只是这杯子 菜一下使得实在不行啊 我还是用这个吧 我还是用这个吧 谁拿网喝红酒 我们家的酒杯都是意大利进口的水晶杯 你这个 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 豆彩鸡钢杯 承瑶以七彩为罪 酒杯以鸡钢为罪 顾学长 能否借我宅业 一天之内拿出领剑中袍 自然定非凡人 不能与他脚无法 成化的豆彩鸡钢杯 我已经是很久没见过了 上次拍卖的成交价是2.8亿 东西对吗 不管是化工 体质抵款 反正我是看不出任何问题 这个级别的藏品 我没有把握 顾先生 请问您家是做什么呀 在下家中世代都是做市委的 保安 安保公司 难道他们是 对对对 安保 怎么可能安保 保安哪有什么公司 闭嘴 全球过百亿的安保公司有的是 这样 手段不错呀 掉了个金规婿 我们也只是刚认识的 普通朋友 顾先生 没事 多来家里走动走动 您在公司做保安 是不是太屈才了 不屈才 这样也可以更好地保护猪姑娘 对了 在下前几日刚买了手机 下载了一个叫微信的软件 这还没好友 要不咱们加个好友 好 那好啊 感谢方家主母盛情款待 后悔有期 沈叔叔留步 好 走了 快点 这个人啊 有点意思 我怎么感觉这个人怪不得了 这人叫什么富二代 是个富二代又能怎样 到底是穿越来的还是个富二代呀 哎 顾先生 顾先生 咱们也加过一信吧 我在网上查了 六十六块 这都能唬住 哎 你什么时候买的 淘宝你都会用了 我说了 穿越的时候带过来的 那你要真是穿越来的 这个杯子是真平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他们说 成画的豆彩鸡钢杯 在你们这个年代值两个多亿 多少钱 两个多亿啊 是很大的一笔钱吗 那你可赶紧放好了啊 弄坏了别让我赔 不是 大哥 你要不弄个保险柜装着 你这两个多亿就扔这儿 也太糟蹋东西了吧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穿越的办法 哎 我发现古今中外穿越 都有一个共通点 什么 雷电 你疯了 会死人的 有一本书上 详细地记载了如何穿越回去 又如何穿越过来的办法 我觉得挺靠谱的 评分还挺高 假的吧 功夫再高都会被垫死 我当时来的时候 只感觉到身上丝丝麻木 其他并无什么不适 我觉得可行 你 决定了 你 决定了 朱姑娘 我走之后你要照顾好自己 明家士族跟公伟弟后奸一样 表面风平浪静 实则波涛汹涌 闲庭信部中生死搏杀 轻则断送前程 重则生命堪语 大哥 现代社会有法律的 他还有你说的那么恐怖 在我来之前 你也没讨过什么好处呀 你家竹母和你姐姐带你不善 你父亲也不出手护着你 你又是皇室 后人玉佩也在你身上 这一切都关系重大 不会有事的 放心吧 那 你回去以后 还回得来吗 按照电视里说的 一旦掌握齐发 来回穿越便是手道起来 你这样真能行吗 你看的什么书啊 不是书 是个电影 什么电影啊 评分很高的 我觉得是很可靠的 看的人又多 顾心墨 顾心墨 你没事吧 公主 我回来了 顾心墨 顾心墨 公主 我回来了 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了 这是哪啊 我家呀 我早跟你说了 你看的那些东西 它不靠谱 就是不听 我要不要给你载个救护车 顾心墨 这都急靠 你怎么办了什么 你得打他吃个好 哦 马上来 马上来 糟了 我也要迟到了 哎 朱英 过来一下 你有什么事吗 你应该叫我什么 方总 你有什么事吗 公司有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这个优盘里 是我们和郑总公司的年框合作细节 优盘是加密式的 只有这一份 郑总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 涉及到我们公司未来几年的发展 你可要帮我好了 我知道 方总要是不相信我 也可以去找别人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帮我倒杯水 帮我倒杯水 下去吧 明天就要把优盘交给客户了 这么重要的时间交给我 方佳琪又想搞什么花样 不行 我得再检查一下 我明明看他放进去了 方佳琪好 今天有事吗 一会下班停车场 我等你 干嘛去 来了 昨天你在家 有看到我优盘吗 优盘 没有啊 方佳琪要我送的优盘丢了 很重要的东西 这些客户不会呢 方总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去酒店 我在那儿订了套房 我们之前有些误会 我想跟你聊一下 有什么话非得到酒店说呀 朱英 我今天就把你的小保镖拿下 哼 我看你拿什么给我弄 起来 坐 我说 要不 你别做保安了 做我的私人助理怎么样 你家是做安保生意的 家境应该不错 我是方家唯一继承人 按理来说 我们应该很般配 你跟着朱英有什么好的 论样貌和身材 我哪一点不比他强 问家事 他爸就是入赘过来的 就他家那点家长 在我们方家面前 什么都不是 方总 在下就是一小小侍卫 怕配不上方总的清垂 其实 你还是很迷人的 其实 你还是很迷人的 讲话又风趣 那张兄 舔狗一条 你不还以为他 真配得上我吧 我先去洗澡 方家就要我做的U盘 是用了 重要的做法 下集红 Meteor 5 接派 为 estavam 接洞 wrapped 如果 Está 这么难的的时刻拍个照 等我一下 顾兴末和方家齐开房 你咋来了 好那你顾兴末 你果然在这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师傅说我从小为人正直 劲刀肯干 是个练我的好苗子 我看你那不要脸的精神 倒是顶贴不过人的 不是 怎么你还进去啊 方总 你喝多了 都说了你喝多了吗 张兄 方总喝多了 你快来接他 我给你发定位啊 会不会太坏了 不会 家琴 珈 inic 蛇琴 bei 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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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不要tor机会的 方家琪 和张凯睡了 他本来想给我下药 结果被我发现了 他自己又把那下了药的红酒喝了 可是 我今天看见你上了方佳琪的车 他今天缠了我一下午 又跟我说你优盘丢了 我想让他就不如将计就计 结果就这么点汤水啊 你刚说你大气干嘛 我优盘丢了 当然生气了 这个 在哪找到的 方佳琪包里啊 我就知道 这个方佳琪肯定要搞鬼 还好有你 拿着吧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跟各位探讨一下 我们公司和郑总公司的年框计划总结 小猪啊 我交代你的事办好了吗 还没有 方总 什么情况 都几天了还没准备好 我不是跟你说过那个优盘很重要吗 这个你也敢弄丢 我们公司还怎么推进计划 方总 我没说油盘丢了呀 没弄丢你在拖了什么 打开 可是方总 我发现 这个PPT它好像没打算的 这个文件是我亲自检查的 你别磨叽了好吗 不好意思啊 郑总 新来的员工办事拖拖拉拉的 我们以后一定加强管理啊 都知道我们方氏集团一向是对质量是有所把控的 所以我们的成本可能需要一些增加 而且呢 用户流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首先对于人才管理上面 我们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 其次呢 我们会在资金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还可以加点料 我今天刚在网上学会的 要是能回去啊 也让师父跟公主看看 可又你死了 走吧 那他俩没事吧 没事 办个点就行了 家琪 怎么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那个顾先生叫我过来 说你合罪了我就过来 我怎么就 谢谢 放心 我会扔你 滚 这件事我不希望有第三次 我们俩 滚 哎呦 顾大侠 我求求你别再折腾我家里的电器行吗 这才几天 你都弄坏多少东西了 整个楼道都被你弄短路了 两树物业查出来 我可就麻烦了 不对的 我觉得还是上次不得其法 哎 最近我又看了一个动画片 它上边就是用微波炉穿越的 我觉得比上次那靠谱 你再这么弄下去 我咋迟早被你炸了 炸里 对呀 哎 我之前我我我穿越过来的时候 是在外边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在外边被雷劈 哎呀对了 你上次说 我知道玉佩有什么意味来着 师父跟我说 先皇在破城之前 把玉佩交于公主 传说是永乐皇帝迁都戍边前 为保江山远故 在某处埋藏了一笔巨额宝藏 据说是供后世危机之时 用玉佩打开宝藏 本来先皇也试图借此复国 但琢磨了数年 一直不得其法 这块玉佩 我妈从小就戴在我身上 玉池看起来倒也普通 背后能有这么大的秘密 我竟然还是明朝皇室 吴老爹 我有朋友想出一批东西 想请你帮我掌业 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炸鸡和薯条 他什么时候成为你的粉丝了 上次不是去你们家赴宴吗 那次把微信加了之后 他就一直找我 他是个古董迷 每一次啊 有什么宝贝都让我给他掌业 其实我也不大懂 只是在宫里待的多了 一眼编织真伪 看着是那么回事啊 这批东西是护理 我看着很心动 能不能请你上官 帮个忙啊 行啊 刚好今天在下不用上班 咱们哪里见 我车已经在楼下等您了 我刚刚说的都听明白了 明白明白 这还不简单 那方总那您是不是啊 事成之后 没来得到你 顾老弟啊 我听朋友说 这批东西渐渐都是精品 价值过益 中间人说东西保真 这个屋主呢 马上要移民 所以准备一锅出了 价格能抬 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所以我想喊你帮我看看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选两件拿去玩 这些东西 是哪来的 一个朋友介绍 不用担心 这只湛汉的青铜绝杯 包姜厚实 就是这橙色 顾老弟啊 你来看看 没问题啊 怎么样 两位老板 喜欢就定下吧 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 这些东西 在下看不出任何问题 太好了 这位大哥 这样 我就一枪打 您给一个实在的价格 这些东西 跟了我大半辈子了 都是组上传言来的东西 现在要出手了 我还真的一点 舍不得 哎呀 东西呢还有一手 物件早晚要人一手 这样 我来出个价 李兄 稍等天歌 所有人不许动 警察同志 就是他们在搞违法交易 就是他们在搞违法交易 他们在非法买卖出土文物 方总 您来的正是时候 观察大人 这几个违法贩卖文物的人 我已经帮你拖住他们了 对对对 我们是无辜的 这批文物哪来的 老实交代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是受人指使的 观察大人 方才我等一进来 就发现 此种交易不合当朝律法 为字正清白 便实际拖住二人 悄悄录音 正想上报观察 不想 方总 恰巧及时赶到 不过在下认为 此二人 只是受人指使 方总 如何知道 我等被困此处 警察同志 这两个人应该是惯犯 我上次差点也被他们骗 这次不能再放过他们了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跟我们说 这个东西很值钱 卖了分我们一成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别乱说 我不认识你们 就是他 就是他让我把这批文物 卖给这位先生 好给我们钱 警察同志 你不要听他们乱说 你们要是再胡说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警察同志 根据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 盗绝交易 具有历史 艺术科学价值的 古文化遗址古墓藏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您放心 违法乱纪的事 我肯定不会吧 别个保安都搞不定 妈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记贼 看这呆呆绳绳 还能反 这次真不怪我 你还顶嘴 我真是把你惯坏了 要不是因为你是方家大小姐 您这会儿 应该已经在警察局了 记住 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视你的对手 妈 下次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顾老计啊 刚才可真是凶险啊 您是怎么看出来这是个局的 这不巧了吗 前几日刚看完本朝律法 方知出土文物不得交易 那几个物件上沾满土铅 一看便是陪葬之物 那俩人长得又尖嘴猴哉 言语之间全是破绽 一眼就知道是有人做局 不想让大财 以后有事 您尽管贪付 扭葬了 走 佳琪 昨天我给你发几条消息 你都没回我 今儿你一联系我 我马上过来 我订了个餐厅 咱俩一会儿去好好吃 找你过来 当然是有重要的事 你这个猪脑子 天天就想着吃吃喝喝 真没出息 还有啊 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经历一点 不是咱俩那天晚上不得 还敢提那天 只是个意外 这次找你过来呢 是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 如果事情办得好 我可以考虑吧 佳琪你说什么事我都愿意干 朱英和那个保安 他俩呀 都愿意干 那个保安有身手有脑子 城府极深 我们没变得有他问题 嗯 我呀 只是想让朱英放弃继承权 免了以后 都是个隐魂 把这份文件 拿去给他签字 具体怎么做 你跟朱英出过 你不知道他有什么软肋吗 我跟朱英是出过两年 没发现他有什么特别的 他胸口那块玉好像 顾星帽 下一次吃饭 我不去了 你帮我带份炸鸡啊 我排位赛 你以为是太刺激了 你以为是太刺激了 这玉佩看着也不值钱 天天不离身 应该是他死归老妈 留给他的念想 真是母女情深啊 你以为是太刺激了 你以为是太刺激了 你也不是太刺激了 一佩被张凯偷了 我出去一趟 张凯 来了 看来这个东西 挺重要的呀 那么快就来了 你到底想干嘛 这不过是我妈给我的东西 不值几个钱 这个东西是不值钱 但是好像在你这几个值钱 都随着随到我 你把他给我 一切都好说 你把他给我 一切都好说 好说不好说 全看你的表现啊 来 签了他 玉佩还你 你们想让我放弃继承权 当年我妈去世 我爸带着家产入坠了方家 我对方家的东西不感兴趣 是方家其他逼人太深 未来他会是公司的继承人 你们已经得到那么多了 为什么还要拿走我的那份 你爸爸就是一个喜欢钱的人 我没记错的话 你在方家应该有百分之十的继承权 这对你来说不是一笔小树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整天装的柔柔弱弱 结果呢 现在掉了一个富二代 所以你也别他妈给我演什么苦情戏 我心肠胆 我现在相信了 以为的忍让是没有用的 我对方家的东西不感兴趣 但是属于我的那份 我也不会再让了 因为说到底你跟你爹还是一样 好 或者 你也可以 用你的身体去换了 你就这么当保安呢 方总 现在是休息时间 这么大个人了 不务正业 就是份文件 拿去给王总签字 不是你身边助理咪说那么多 你非啥非要找我呀 这个公司除了我妈就是我最大 所有人都要听我的 你再啰嗦 我明天就不用来了 乖 事情办完了之后 再给你 哦对了 王总办公室在38楼 今天电梯碰脚坏了 你慢慢爬吧 不是 哎我去送你把手机给我呀 你不知道吗 王总这个星期到国外就出差了 要过几天才会 快 跟我走 干嘛呀 注意应该是遇到危险 咱们 我已经被房价奇一支走了 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乖乖地把合同签了 什么事都没有 当然 我们可以试一下 重温一下我们的感情 然后呢 我再握着你的手 陪你一起见 好不好 闪开 我怎么没想到 就不耻 房价奇只是因为你气我 你觉得他能给你什么 根本看不上你这种 这巴掌是还你的 我要是你啊 我现在就该关心关心自己 嗯 哎 张开 你他妈属狗的呀 是 张开 方价奇是看不上我 你跟方价奇 你们都是高高在上的人物 这种脏活累活总有人干的 那不就是我吗 我要活下去 我要好好的活下去 懂吗 嗯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 你们都是富二代 你们生在富贵之家 我吗 我只能当你们身边那一条狗 来换取我阴夺的那份 我错了吗 嗯 你刚才说 说我无耻 无耻这个词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人寿而已 你再想想 或许 有别的形容词可以形容我 比如说 baby 见过 禽兽 你想知道禽兽什么样吗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中央姐给我发了个定位 又打了个求救 然后后面跟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字符 我猜应该是出事了 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 我也算是见识到了他身边的凶险 我估摸着 能把消息发到我这儿来肯定是联系不上你 所以我赶紧第一时间过来找你 听说你上去送文件了 电梯不让用 手机又关机 我心想这肯定是有事啊 好在你来得及时 多谢李兄出手相助 说啥呢兄弟啊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不是说好的随教随道 你总觉得世界对你不公对不对 但是好歹你那死鬼老妈 跟你那废物老爸给你留了一笔钱呢 你再忍个十年八年等你爹死了 不好吗 嗯 让开 你要想要钱我可以帮你 有很多办法你不用这么极端 你想帮我啊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是吧 虽然你们都看不上我 但是你知道吗 方佳琪跟我是一类人 你不一样 你是圣母啊 你高高在上 对不对 你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才干嘛了 你拖延时间不就是想给顾兴木发信息让他来救你吗 嗯 我告诉你啊 他的手机 在方佳琪手里 就算他知道我们在这块 哦 他这么多房子 他找到你的时候 可能你已经 受伤了 疼不疼啊 好了 把鞋一签一签 这个东西 还给你 张开 你想干嘛 我们先把正事办了 这个地位很模糊啊 这边这么多房子去哪儿找 这个地位很模糊啊 这边这么多房子去哪儿找 咯 顾老爹 去哪儿啊 我们先把正事办了 然后慢慢陪你拍小电影 我没有时间慢慢玩 其实我没必要成为仇人的 家琪对我来说 这是事业上的无关 我对你是有感情的 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我都需要没有办 你会想了吧 你会想了吧 你没事吧 我们方家的东西 你跟你们没用的爹 你不要 虽然 我不光是要拿回 属于我自己那份 朱姑娘 你没事吧 顾老爹 你没事吧 张先生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在想 其实你说的很多话 还是挺有道理的 疼吗 嗯 这是我自己调的金疮药 很快就会好的 涂上去 还挺舒服 还有四清香味 舒服是因为 里面加了冰片 香是因为 涉香松香 还有乳香 你盯着我干嘛 我在想 就你刚才说的那些 我要是投个钱 帮你弄个面膜品牌 你应该会大赚 面膜 嗯 这就是面膜 嗯 有何功效啊 护肤啊 像你们这种大侠 整日呢 打打杀杀 风吹日晒 偶尔呢 还要熬个夜 加个斑 皮肤肯定很差 哎 对了 你多大了这儿 嗯 在下二十有八 你看吧 这就是不护肤的后果 你这皮肤看上去 跟四十的差不多 哎 对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了这儿 当时突然听到了一阵声音 我随着声音寻去便找到你 声音 我怎么没听到 那种声音 常人难以听到 你没有练舞 听不到很正常 只是不知道 到底是何人发出的事 我刚才还感觉 玉佩 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哪不一样 我也说不上来 这个玉佩 我妈去世前就十分珍惜 一直都舍不得戴 我也很奇怪 这玉智 看上去也很普通 就算是有些年代 也应该不是什么 值钱的吧 你对她做什么呢 没做什么呀 张凯把她抢了下来 就丢在了一边 然后你就过来了 对了 沾上了血 应该是我嘴角的血 沾在了上面 我当时还擦了一下 血雅玉 这难道是块活石 什么跟什么 说的这么甚人 以血肉侵养玉石 是上古的做法 民间以讹传讹 说是将血肉侵入玉石当中 形成人欲护养的境界 如果是普通玉石 以血养之 终了还是死欲 但活石则不同 它能与人相通 上通其孝 包罗万象 这么神奇 我不信 这不就是块普通石头吗 要不 咱们试试 看来 还得是我 我就说吧 封建迷信不可信 我还要戳破手 猪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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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什么都没看见 周围全是黑的 这就有包藏了 看来这玉佩与你血肉相连 能造出幻境 可能这就是包藏的秘密 巨大的包藏 值很多钱吗 现在应该还是你不习惯 等日后我教你吐纳之法 再入幻境你会好受很多 相公 吃些石榴 寓意着多子多福 谢谢娘子 客气了 牙牙今天可听话了 一声都没有哭呢 是吗 嗯 我在网上采买了一套 抓粥套餐 那我们来试一试 我们的孩子 未来仕途如何 哦 如果抓毛笔 那你教他读书写字 买一套学区房 未来博取功名 好 如果抓宝剑 我便教他习武 除保安良 不 当今是律法社会 可以参加奥运会 得个无状元 说得极是 相公 都听你的 都听我的 是的 快点抓呀 牙牙 快点抓呀 猪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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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让我抓什么 哦 吃血过多 后遗症 不行吧 他是穿越来的 连身份证都没有 结婚证更别提了 哎呀 别躲下 啊 对了 帮我倒杯水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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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一杯 哈 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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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马上上市改组 在这之前要赶紧把朱银清除出去 上市后再弄走她就麻烦了 爸看这人出无害的 不是什么好东西 嘴上说什么都不用 我没见到父女俩吐出一根骨头 真是一劲 软的硬的都来了 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怎么这么废话 做男人得有一股狠劲 当年他爸跟我妈生意上刚合作 我妈对他有点好感 朱银他妈身体是不好 但是没两个月人就没了 紧接着就走到一起 真相信这是巧合 你的意思是说 他爸爸他妈害死了 我没说 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他 都没有什么可意外的 在这么大的财富面前 有什么事是不能牺牲的 人类进化到哪一天 本质上都还是不入洞 不要死这一个 那个就没法活 不要死这一个 那个就没法活 我懂了 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我回家跟我妈商量了一起 改组前必须要把朱银清除出去 对了 你给我盯住那个顾心吗 只要他别出什么幼蛾子 我肯定能搞定朱银 明白宝贝 叫方总 放松 能不能进这个家门 还得看你自己本事 你说 他们又想搞什么宿主意 不知道 兵来将党呗 令堂当年是怎么去世的 我外婆生得晚 我妈自幼身体就不好 家里的生意呢 也一直是我爸在操持 在我十二岁那年 我妈病情忽然加重 之后 没多久就去世吧 是认识方家中部之后吧 嗯 那个时候 他们刚开始合作生意 方妈妈家族的生意做得很大 你不会 是那个意思吧 不可能 我爸我妈感情一直很稳定 方家是刻薄了点 但是 我今天下午 听到张凯跟方家去聊天了 有这样猜测的不是我 运通的白副长 哎呀 原来是你捡到我的包啊 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我这东西要是丢了 可就糟糕了 走 我一定要好好地感谢你 不是你的 啊 走 来唐总 来坐坐坐坐 这边 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个是方家席方总 方总 你好 我一定要好好地感谢二位啊 来 我进二位一杯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二位啊 我要是转现现金呢 感觉不大合适 我看二位仪表不凡 应该是家事显赫 我主要是做一些矿产类的投资 有几家跨国的投行啊 这是我的名片 我们最近的正好有一个短线的项目啊 就算我拿十万红包表示感谢 我帮你们投进去 不多 等盈利了 我就给你们分红 怎么样 等赚钱了 我就给你们送过去 哎呀 就算叫个朋友 来来大哥 我敬你 你这太客气了 来 来放过 来来 一起喝一个 太客气了 来哪里 唐总 哎呦 唐总您在这儿呢 找你老漫天了 许总 哎呦 唐总您在这儿呢 找你老漫天了 许总 上次的事可真多亏了你 我在海南 以唐总你的名义 买了条120尺的油情 就当是感谢了 下次有什么好项目 一定要带我 这二位是唐总的朋友吧 对对对 行来 我敬二位一杯 来来来 来唐总 来来来 下次有空 你快来海南 正好有新船 大家一起开心 哎呀 徐总 你喝多了 都是你自己的运势到了 这辈子最大的运势 就是认识了唐总 不好意思 失陪了 我买单啊 好 走好走好 哎呀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熟人啊 哎呀 所以啊 咱们加个微信 这这这这 等投资盈利了 我就给你们转过去 来 我敬你 行行 来 谢谢啊 谢谢 真有这么好的事 有点蹊跷 我在网上查 他们公司的信息 你看 还有跟中东皇室的合影 应该是有点实力 哎呦 那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啊 嗯 脸家妻 嗯 你看 你和咱俩在一起 是不是八字特别合 别告诉我现在太早 就加了个微信 协议都没有签一个 他明天酒醒了 可以完全不承认啊 不能吧 等着看吧 你怎么明天到晚就知道打这游戏 你不干点正事 哎 怎么这么说呢 成为职业选手可是我的梦想 开玩笑啊 你看啊 我随身细转都价值连城 唯一的工作就是保护你 但要我说啊 我们这现代的游戏真太好玩了 可惜就是师傅玩不到 对了 我今天下单了个充电宝 你学的还挺快嘛 网购都会了 怎么付的钱呀 用你账上付的 你 我说 这两口子 它也得有点边界感吧 网上 都说了 我那狮子座是边界感最差的 准备的 喂 是 办好了 收到了吗 1600万 这次正好啊 50万吨的原油要进港 手续上拖了一些日子 需要资金周转 我就顺手 帮二位小友投进去吧 不是 唐大哥 你这太客气了 我 无功不受禄 进去 哪里 唐总真是出手不凡啊 那 下面我们有没有什么项目 可以一起跟着玩玩 下面我们有没有什么项目 可以一起跟着玩玩 首先啊 你们二位啊 不是无功受禄啊 而是大道理有功啊 我这包又是丢了 那损失的可是天文数字啊 后面嘛 我们这边 主要是投 矿产类的投资 设计的资金面比较大 没有碰过 这种类型的项目 就最好不要碰吧 做生意还是有风险吧 唐总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投资 大概得投入多少 我们啊 有一些小股 推不掉了 对 你们懂了 几个亿的项目 还是带着五万 唐总 几个亿 对我们方家来说 不算什么 但是我们公司 现在命名上市 有点私房钱 您看能不能一起捞点油水 方总啊 你们家我是有所好人的 按理说啊 我应该卖这个面子 但是呢 我也是有合伙人的 我也很为难啊 对二位的感谢 我已经表示过了 我在商场这么多年 靠的就是两个字 诚信 明白 我对你们二位负责 也又对其他恐惧负责嘛 您看这样行不行 唐总 我们呢 这个 利润率可以低一些 咱们相识就是缘分嘛 等后期咱们公司上市了 对不对 加大投入 是啊唐总 这做生意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行吧 十一 我最多给你们三天 这个可是我的底线啊 是这样唐总 您看 加西 十个亿啊 咱们上来挣这么多钱去 十个亿 一个月就能编二十了 公司距离上市应该还有半年了 我拿走一个月 再放回去 没事 公司的财务一直都是我在管 放心 那这波 我是不是离大工了 你看我就是我八字旺 如果这件事办成了 我可以考虑带你进家里 那这事会不会有风险 废物 你做不成事的最大原因 就是没有魄力 一个男人 看这个唐总的谈吐和做事风格 我还在网上搜了他的信息 应该没什么问题 再出了 随随便便捡个东西就给个一千多万 现在做骗子的成本也太高了吧 这几个网站和PPT都是你做的 也太逼真了吧 我哪会做这个呀 花点钱网上找个人 批一下 就成了 少人看仔细点 全是破绽 那你怎么能确定 他们就会上当呢 这几千年来 人心里的贪欲是没变的 张凯是个势力小人 给点甜头很容易就上当 方佳琪见过点世面 但无非也就是甜头大一点 人都愿意相信 自己愿意相信的 那现在 就只剩下我那个好爸爸 和好后妈了 你不用再劝我了 这份大礼 我一定会奉还给他们的 一味的退染和软弱 只会让你受到更大的伤害 这还是你告诉我 我知道了 想要搞垮方家 你爸 是跨不过去的坎 他不好色也不好赌 不抽烟也不喝酒 除了爱钱 我也想不到 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他 我跟他好几天了 也没发现什么 但是有一点 他的电脑包从来不离身 今天是周三 他每个周三 都会来这家按摩店 你的意思是 偷电脑 不是我们这么直接的吗 嗯 爸 爸 别叫了 想不了 我给他下了磨罕药药 起不来的 那 他人都不管了 这个店我找 李成一帮我买下来了 好了 走了 你们现代人是会玩啊 还挺能够享受的 哎呀 怎么说话了 看样子他还真没什么用 都是公司的计划书和同什么的 你爸 你爸连游戏都不玩啊 我爸这个人 不抽烟也不喝酒 平时也很少发脾气 对人也特别客气 所以我妈的事 会不会真的只是个巧合 你爸还喜欢摄影吗 他喜欢摄影 我不知道啊 这不还得不怎么样啊 这几个图片怎么打不开啊 让我来 他竟然改了文件后缀 还能这样啊 小时候我们藏游戏都这么藏 我还没扎到过 这么看 你妈病重 应该是她偷换了药 才逐渐加重的 她虽然没有下毒 但她把所有的药 都换成了无效的保健品 他这么做 就是为了钱吗 可是她已经很有钱了 何必呢 人性的贪欲是你 我不能理解的 她对你的欲 似乎也很感兴趣 从你母亲到你 她研究了很多次 一直不得起过 我倒要看看 她还要演到什么时候 她搜集了这么多 风家罪证 看来她始终在 给自己留后手 她最大的弱点 就是害怕失去 我们应该帮她一把 张总这么着急 是什么事 是这样的 关总 为公司交表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综合评估下来 公司上市 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固定资产 这块比较薄弱 会大大影响 上市之后的估值 这个我们也清楚 但是这么短时间 能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本来我们是不推荐企业 在上市之前 有大动作的 但是近期机缘巧合 我有一个朋友 有一块不错的地块 价格也很低 不到50亿 但是由于资金问题 一直没有动工 搁置到现在 我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您 希望您能拿下这块地 贵公司上市之后 市场估值 至少翻两到三倍 就是方总感不感兴趣 这么好的事 50个亿 对于我们现在的 现金流来说 不是大难事 但这毕竟是个大动作 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 是的 方总 那您好好考虑一下 这块地的资料 我已经发给您了 您回去看一下 我做操盘这么久 这可是一个 很诱人的项目 我也希望 方总的身价 能再翻两翻 毕竟这是一个 双赢的事 感谢张总 我们一定考虑 那三天之内 你答复 可以 没问题 你怎么看 老张做这行 几十年了 他的眼光和判断 应该没有问题 但这50个亿 不是小数字 我们现金会很紧张 你觉得呢 我觉得 不稳一点吧 先了解一下 这块地的情况 该说的 我都说了 我知道了 你说的没错 那两个老狐狸果然 没那么容易相信 那两口子 一定会把那块地 调查清楚的 只是 很幸运那个鸡干杯了 都是身外之物 没想到他这么容易 就答应了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对方家 没有任何想法 人其人 天地其人 不能操之过急 放心吧 真漂亮啊 小树啊 公司马上就要上市改组了 你觉得 要不要给你换个工作呀 你毕竟是老男工了 有工之成 你觉得呢 公司上市后股份会重新整你 你爸给你代持的那些 能不能保住就不好说了 对了 你觉得 前排这个岗位怎么办 你要多笑笑 多笑笑 运气才会好 我运气一直都不差 倒是你得多笑笑 万一以后 就没机会了 好好好 有个大款男朋友就了不起了 是吧 也不知道是真有钱 还是假有钱 就是个网影七年 有点家底也会被 你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就请离开 我还要工作呢 好好努力 这块地正造极权 本来是产见电池生产机率 可惜飞行人有其他的项目 此际上出现了疑问了 这样更是事件 要不然 我也不可能以这个价格出来 爸 我觉得这次上市 我们把代池的股份都集中起来 撞到一个事故公司里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这个签字盖章什么的也省事 给你妈的 我没什么意见 就目前情况来看 拿下这块地 上市能放大二十倍 估值保守估计 能翻两方 你们有什么建议 混肉啊 我倒觉得 要谨慎 现在资金都在项目上 我们压力还是挺大的 对 我支持爸的意见 这次上市 我们已经能赚不少了 再弄块地回来 怪麻烦的 投资嘛 总是有风险的 这事我考虑过了 问题不大 公司账户上 还有几十个亿 全投进去 这个地不做开发 回头转手卖了 就算地亏了 也是稳赚不赔的 这个生意 我想不到有什么问题 妈 我觉得 你不用觉得了 明天把手上的资金 调集一下 尽快推进收购 妈 你还有什么问题 公司账上的钱 我拿去做了 比短线投资 张凯拉着我做的 怎么能挂不还呢 你胆子也太大了 投资什么了 周期很短的 很快就能回来 十个多亿 后天就能到 给我盯住了 硬是出什么问题 我扒了你的皮 这个唐总不能有什么问题吧 你先别急啊 我觉得唐总就不是那样子 老唐 到你的戏了 快点 来了 你先别急啊 我觉得唐总就不是那样的人 只不过 这么大一笔钱 咱连人家里都没去过 是不是有点冒险 你现在跟我在这儿马后炮 要不是你 我上哪儿认识什么唐总 你能不能先不要急 我觉得唐总人家是上流社会的人 对吧 肯定没问题 肯定在飞机上 不方便接电话 你放屁 你飞哪儿去 十几个小时 你飞这球啊 你能不能不要急 你这样 我找朋友再托人打听打听 行不行 他好事 你快过来 你过来看这个 屁哪 上围在手机上没看出来 让王八蛋 我现在报警抓他 你回来没用的 对方这是有备而来 你们欠了合同又是风险投资 上面写着赔赚自付 周检派 到底是谁 来下这么大一笔器 方家琪应该已经知道被骗了 他们把公司账上挪空了 下一步 就是借钱 方慧柔和沈正兄闻到危险的味道 肯定会更加谨慎 我们还需要再加把火 人 只有在慌乱的时候才会出错 人 只有在慌乱的时候才会出错 这次收购案我是倾向于做的 你在顾虑什么 还动到你的钱 慧柔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你怎么还说这种话 我对你的心怎么样 你还有什么怀疑的吗 那你在担心什么 五分合并之后 你和你闺女那份只是名义上的合并 你的那份还是给你算着的 我们都已经老了 孩子也大了 我叫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今天不知道什么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陌生号码 打过去也没人接 你把我们公司查得很仔细 慧柔 这不是我做的 你知道的 现在社会上骗子很多 这个图片里面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知道 我没说相信啊 你紧张什么 你确定 一张照片就能让他们闹掰 不是闹掰 是这两个人 从来就没相信过对方 这两个人 从来就没相信过对方 慧柔 你真的不要胡思乱想啊 我对你怎么样 你是知道的 今天汤不错 你别放凉了 我明天就把钱全部凑过来 那块地 咱们拿下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妈 这次我们真知道错了 张凯也知道错了 我们下次一个小心一点 我们不也想多赚点钱来 往下几年嘛 是不是 这个 这次主要是我的问题 都怪我们俩太善良了 这帮人特别不是东西 你们俩的确太善良了 我们家最近被人盯上了 做事都小心点 上市之前可别再出什么差错 昨天我跟你爸把手上能动用的资金 都凑了一下 那块地还差十个亿 你们有什么建议 看我干什么呀 我上哪儿找那些钱去 那个猪鹰男朋友 他上次不是拿了一个鸡缸杯就两个亿吗 咱找他借呀 那你找他呢 我去那被他打死了 这的确倒是可以问问 诶 郑雄 你要不要问问猪鹰 这不看僧面看佛面 这么一大笔钱 仓促出去凑我的话 被外面传出去 还以为这个家要败了呢 这个毕竟是家里人 有什么不开心的 聊开了 也都能过得去 十亿 十亿 没问题啊 但是我哪儿来十个亿啊 顾先生 以您的家室 这点钱不会拿不出来吧 我上次那个杯子不就两个亿吗 杯子 豆彩鸡缸杯 丢了 两个多亿你丢了 丢哪儿了 那要是知道丢哪儿了 还叫丢了吗 小姑啊 你跟朱英 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就都不是外人了 现在家里的确缺一笔资金过渡一下 条件随你提 既然沈叔叔您都开口了 我回家问问 看能不能凑出来 那就等你消息 好 他们真的找我借钱了 没看出来啊 你挺聪明的嘛 我一直都很聪明啊 你才发现啊 我只是不想争 是他们逼我的 就这么点钱 想要我们家这么多资产底啊 又是股份又是房产 丢了 您想做方家一家之主 就这么点钱 想要我们家这么多资产底啊 又是股份又是房产 丢了 您想做方家一家之主 顾心墨真够狠的呀 主言啊 其实我知道 你这么多年来 心里一直不舒服 你姐从上学到现在 跟你也是吵吵闹闹的 她毕竟是一家人 你们性格 虽然不太合 但你妈 你姐在家 很多事情还是想着你的 属于你的那一份 你一直给你留着 等待你成家的时候啊 都会给你的 我这么多年来忙于工作 对你来说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好在现在有了小姑 爸 您说的是 毕竟呢 也是一家人 借这么点钱 就要这么多资亚 确实不太合适 要不 这房子就算了 要是还不起 让爸妈和姐姐 露宿街头 也不太好 就这么点钱 少光几次接就有了 妈 我们不跟他借了 好不好 姐姐 您别生气 我就是嘴笨 不会说话 这不 我也在帮着还价嘛 要不 我再回去 跟顾心末商量商量 这股份 也再降点 好吧 都别吵了 就按朱音说的来 妈 妈 这么苛刻的条件 你为什么答应他 这两个人 从来就没相信过对方 慧如 你真的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对你怎么样 你是知道的 今天汤不错 你别放凉了 我明天就把钱全部凑过来 那块地怎么能想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妈 这次我们真知道错了 张凯也知道错了 错了 我们下次也得小心一点 我们也不也想多赚点钱 来好好孝敬您吧 是不是 这个 这次主要是我的问题 都怪我们俩太善良了 这帮人特别不是东西 你们俩的确太善良了 我们家最近被人盯上了 做事都小心点 上市之前 可别再出什么差错 昨天我跟你爸 把手上能动用的资金 都凑了一下 那块地还差十个亿 你们有什么建议 看我干什么呀 我上那儿挣那些现金 那个朱英男朋友 他上次不是拿了一个 那个鸡缸杯就两个亿吗 咱找他借呀 那你找到了 我去能被他打死了 这的确倒是可以问问 郑兄 你要不要问问朱英 这不看僧面看佛面 这么一大笔钱 仓促出去凑我的话 被外面传出去 还以为这个家要败了呢 这个毕竟是家里人 有什么不开心的 聊开了 也都能过得去 十亿 条件是很苛刻 但是他会答应的 为什么 上市前 他是不敢放出任何有关资金压力的信息 这对公司来说是个风险 你的身份又特殊 所以从你这儿拿 是最安全的 他心里也应该评估过还款的风险 所以随你开家 再加上我的激将法 像他这种高高在上惯了的人 是懒得跟我们还价的 方佳琪 要不是你惹的祸 我能给他牵着鼻子走 朱英 我以前是小瞧他 爹妈教得好啊 但是我就没想通啊 你说这么点股份 就能搞垮方家 是啊 控制权还在他们手上 毕竟经营了这么多年 还得挨个敲定 怎么 有人跟着我们 跟着我们 这个人能隐秘其心 是个高手 应该啊 这个年代哪来的高手啊 是不是我穿越过来的后遗症啊 有可能 等等 你耳朵这么好 要不我给你买个耳机 以后我打电话 你都给我带上耳机 我觉得 不用了吧 诸位都是我们方氏的大股东 我们即将做交表前的 最后一次股东会议 那在上市前呢 我们做了一次收购案 这对于上市后公司估值是重大利好 那接下来 由我们的执行总裁方家琪 方总跟各位介绍一下大致的情况 各位好 现在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上市后公司将要进行的一些动作 首先呢 我们会进行一些小规模公司的一些收购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我有意见 古希墨 你有什么意见 这是股东会议不要捣乱 有意见找你上级领导去说 出去 古希墨 你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不过 我倒是想听听 你能有什么意见 我的意见就是 公司不上市 上不上市是由股东们决定的 你能决定的只有自己明天上不上班 我觉得明天你可以不用来 我就是代表你们大股东传个话 今天所有大股东都在这个会上 哪个大股东啊 我是公司股东 我是公司股东 没错吧 没错 但是你的股份由方家带吃 而且不到百分之一 严格意义上来说 在这儿你没有发言权 不对啊 你们当时给我抵账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权 我已经转赠给朱总 他现在是你们大股东 那个地产项目只要出手按时偿还 这个协议是无法生效的 姐姐 那个项目 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出手了 那块地 政府最新规划只能用作湿地公园 你们花了几十个亿买了这么大的项目 还真是有爱心啊 最新的文件都在这儿了 你们自己看吧 即便如此 你手上只有二十五的股份 充其量跟我们持平 这些股东都是我妈多年的朋友 论能力论经验 于公于私都不会帮你吧 你手上那些股份 上市后我们花点时间照样可以收回 你最多拿点钱回家给你的小保安享清福 都说了 不上市了 你们要是讨论啊 回家慢慢讨论 这段时间啊 我跟各位大哥手上买了不少公司的股份 足足百分之三十 可不是你们小股东啊 给你们大股东让个座 那为什么啊 为什么呀 这问题问得好 如果说公司的前景好 大家当然不愿意出手了 但如果公司的前景出现了问题 加上沈叔叔 你对公司的监管 能在后面新闻出来之前赶紧出手 这不是好事吗 朱音 我不懂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现在是公司的大股东 大家封锁消息上市后 你千亿身家 何必两败俱伤 方子 我对你呢 本来是没什么 方家其他对我处处针对我能理解 毕竟 我的存在对你来说是个威胁 可是从中学到现在 他对我都做过些什么 你不是不知道 可是你呢 却不分不分 朱音 你 爸 哦不 沈正雄 当我看到你电脑里的一切的时候 我才知道 一个男人为了利益 能没有底线到什么程度 我妈渐渐是被你害死的 你不用解释 这么多年了 方家不管我的死活 我没有意见 可是你的冷血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我不觉得是两败俱伤 看到你们失去 我就开心 朱音 当年还是对你心思收味 是啊 这还真是个引以为贱的类子 我也不会再对你们手了 我的决定是 风市上市计划取消 我接手企业管 你们几个 我就不打算再利益 同意的举手 按照股权 我一个人同意就行了 我也懒得再问你们意见 散会 对了 新墨 明天通知安保部门 闲杂人等 就不要再放下来 你 妈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没想到他们下这么一大盘棋 你就是为了处心几率要搞死我们 我们坐这等死吧 我觉得 咱们就把大股东让给他 只要共刺能上市 以伯父伯伯的能力 咱们一定能动上在一起 废物 你让我们方家跟他认怂 不可能 住嘴 朱银这次应该是谋划很久了 这个顾新墨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他从哪冒出来的 我找人查过 国内所有的安保集团都没有这个人 所有关于他的信息都是一片公白 连你都查不到 那应该没有人能查到他的底细了 那得找几个不要命的 坐下 就凭你们 你谁啊 报警 我是谁不重要 你们只要知道 只有我可以助你们解决顾新墨 把这个交到顾新墨首帐 不是啊 不是我一个人看见吧 什么玩意儿缺黑的 街舞大开 不是伯母 咱明天能不能去烧个江 最近是怪事太多了 妈 你怎么看 明天给他送过去 那万一 万一什么呀 咱们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吗 对对对对 伯母说的对 明天就给他送过去 谁送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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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 哟 这是 来送礼来着 消消心意 行 知道了 还有事吗 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 我一直喜欢的是你 方家琪那跟我只是同事关系 应 哎呀 我送送你啊 张兄还是这么活泼啊 不知道又是唱一出了 这个倒还挺好看 却是送个礼物来求饶 想出这段法子了 怎么了 这是公主的锦盒 公主的锦盒 公主的锦盒 难怪看着这么兼致啊 这个是不是更值钱 张凯这个混蛋还用这么流氓的招数 不是张凯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怎么了 我帮你叫120吧 你快走 找个地方躲起来 别回家 这儿不安全 快走 你煞成这样我肯定要照顾你 这时候我怎么能走呢 我是内威 保护你是我的责任 我没事 但是如果你留下来就很有可能有事 快走 等等 玉佩也不要随身携带 把她摘下来 你觉得 他们是冲玉佩来的 不知道 很多事情都想不清楚 知道吗 我真的想不清 我真的想不清楚 你能看到我的 我跟你说 玉佩呢 什么玉佩 大赛今天是大明冲真三百九十六年 哪有什么极业迁求 小姑娘 我劝你把玉佩交给我 我带你光宗耀祖改天匿命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不会有那么多耐心 找到玉佩对我来说不困难 假以时日 也定能琢磨出使用方法 我问你最后一遍 玉佩呢 罢了 是不是很熟悉啊 命中早就注定了我们两个的位置 高高在上的永远不可能是你 人命 佳琪 咱们要不先让她把合同签啊 你们休想啊 我是不可能签的 嗯 这次我同意你的意见 我也觉得没必要 哎 注意啊 你觉得 如果你意外死亡的话 你的继承权 会不会回到我们的方家啊 车祸还是溺水 自己选了 方家琪 你也不怕造报应 报应 我们方家带你不报了吧 给你工作养着你 最后养出你这个白人了 谁会造报应 你最好别让我活着出去 不然你会死的很难看 哎 哎 难看 谁先呢 师父 怎么是您啊 那日我落到此地 数日后方知已过百年 数月后 在新闻上看到你 才寻到你 那您 为何不来与我相见 我寻到你的纵迹 刚想与你相见 忽而感受到玉佩被激活 此等纪元 百年未闻 我便一直在暗中观察 师父 您怎会对玉佩如此感兴趣 难道你也对宝藏有兴趣 哼 宝藏 我怎会把凡事俗物放在心上 玉佩那先祖笑脸的偶德的灵异之物 其中造花万千 又长生不老 再造万物之功 自先帝眉山自义以来 玉佩一只公主随身携带 我一直扳起左右始终不得其法 我没法再等了 吹杀公主的 是你 吹杀公主的 是你 我陪了公主十三年 预备毫无反应 终日抱着那个复国密葬的梦想 我身体逐渐苍老 已经没法陪她再做这个梦了 公主呢 我杀了 师父 您是主人 数千年来 华夏有八十三个王朝 五百五十九个皇帝 各个高呼千秋万岁 我等老朽残驱 史书上却不见之言片语 我自有进宫 早已是残驱 如今已是冒蝶之年 用内力助言 内服一块油尽灯枯了 帝王将相 争起斗烟 成头变换 眼见的这世事 从繁华走向凋零 了然一声 却连个男人都不是 我不想了此残生 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 我从小随您习武 忠义千秋的故事 您没少跟我讲 这生死就有那么重要吗 故事都是人编的 一代一代传下去 有谁会计较正位 已经能化了我的毒 不愧是我最终意的徒弟 我本想留你性命 你偏要甘来 我本想留你性命 你偏要甘来 看来我教你的东西 还是学得不够透彻 马上预备 快走 你偏要甘来 感谢观看 作为应届毕业生 在工作经验方面的确有所欠缺 朱姑娘 你的东西 你怎么了 我帮你叫120吧 在拍真人袖子了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 嗨大家好 我是朱音 这是我自己找的健康药 你这皮肤看上去 跟四十的差不多 朱总 上哪去 朱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